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三大的汽车市场 2022年全年汽车销售超过70万辆 而且这几年有非常多的品牌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实际上马来西亚市场被五大品牌占据 这五个品牌总是占率超过80%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五个品牌到底是谁 首先当然是第二国产车 虽然名字有一个第二 但是它已经是马来西亚市场多年的销售冠军 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清明和有性价比的车款 其中最畅销的三款车 你没有开过也一定有做过 那就是Myvi、Asia还有Beza 这三款车一个月就可以卖差不多2万辆 剩下的车款像是Atiwa和Alza都是日卖的车款 今年上半年第二国产车就卖超过了14万辆 今年他们的销售目标是30万哦 第二名的这几年复苏的势头强劲的Proton 他们的2023年上半年已经销售了超过7万辆 其中最好卖的车包括了X50、X70还有Saga等等 其中X50每个月的销售量差不多是2000到3000辆左右 至于Saga则是可以达到6000辆 今年Proton在上半年推出了X90 在下半年还会推出代号SS11的胶车 所以今年可以被看好创造这几年来最好的销售成绩 第三名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汽车品牌Toyota 虽然在马来西亚有国产车的关系它不是第一 但是它在马来西亚的销售量还是很高 很多车款在马来西亚都卖到很好 例如说Vios、Yaris、Corolla Cross还有Hilux 讲到Hilux大家都会懂的 因为这一款车从2005年开始呢 就在马来西亚最畅销的皮卡 导致现在人看到皮卡就讲是Hilux 汽车市场有两个品牌被称为双田 第一个就是丰田Toyota 另外一个就是本田Honda 不要看Honda排在第四名 但是它是本地市场非国产车乘用车的第一名 虽然说今年上半年Honda的销售成绩 对比去年是有稍微的下降 但是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上半年没有新产品 加上产品有更新换代 目前为止他们发布了新的小型SUV WRV 在今年还会有品牌最畅销的车款City的小改款 CRV的大改款 还有全新的Civic Type R 所以今年他们要完成8万辆的目标 应该还是OK的 最后就是Mitsubishi啦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熟悉又陌生 以前说到30你就会想到成龙或者是Evo 不过现在的Mitsubishi找对了精准位置 旗下的车虽然是不多 但是Expander还有Triton都是日卖车型 其中Expander是本地最畅销的MPV之一 Triton和Hilux则是最畅销的皮卡 只是上半年的销量就破万了 不过暂时不知道在下半年他们会不会有新车 如果有的话销量还会在一步攀升 这五个品牌占据了马来西亚市场的85.9%的市占率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买车都是买这些品牌 你是不是也一样呢?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言 我是Kelly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拜拜